好 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关于建筑风格创新的一个话题 也是古典主义这样一个风格在天津的一个全新落地 那其实在去年年底呢 天津市场有一个项目也是因为它的整体的立面的全新的呈现 在我们整个行业内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关注 它的呈现是以全玻璃幕墙加曲面转角的这么一个形式 因为两位老师可能也都去全国地区看项目 包括我们回到天津经常会感慨 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天津没有 那这样的一个形态在天津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也是引起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关注和讨论 那首先我想说一下关于玻璃幕墙的问题 玻璃这个材质其实在建筑上使用可能历史不是很长 但是在天津来说这种全玻璃幕墙一直没有出现过的 那这个玻璃的这个建筑形态 它的幕墙的形态在这个建筑上有什么特征 和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现代建筑上使用的时间没有特别长 卢豪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实际上玻璃幕墙 它的现代的幕墙工艺 它发展比较快 大概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吧 特别在中国了 那么呢到了天津的时候呢 流传到天津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叫节能的问题了 对 四不节能 对 四不节能的上的呢 对它的要求会比较高 因为玻璃保温吗 它的保温度肯定是要比砖药在同成本下面是要差 如果你要达到这程度 你就要增加成本 所以呢 当这个时候 给了玻璃幕墙第一门棍的呢 是因为咱们四不节能 那么呢 当大家觉得 哦 四不节能我们完全能够解决了 今天的工艺 OK 然后呢 就是成本的问题 于是 因为咱们的玻璃幕墙 要比普通的幕墙的成本 要贵很多很多 据工程师讲 可能要贵到两到三倍 要贵两到三倍 所以就没有人敢去用它 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因此 特别在北方 还有一个小创墙比的问题 创墙比特别小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北方就用的特别少了 这个姜尔特别专业 姜尔 其实我们也会去各地看项目 也会看到玻璃幕墙 包括在天津现在目前 之前使用的可能主要是在 弓箭写字楼上 在住宅上 天津是第一次出现这种 那个弓箭用的幕墙 跟现在这个住宅用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弓箭类的玻璃幕墙 是不允许用在住宅里 它因为就是那个环保系数 是不一样的 因为咱们看写字楼 它那个盖的时候 很明显没有那个 那个分户墙 然后它也没有 连床墙之类 它就是那个平板 然后完全用玻璃幕墙 但是那个住宅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这样 对 然后说到现代建筑 其实如果是忘了 就是其实它是从那个 那个那个科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开始了 就是大量的钢材和玻璃 钢材和玻璃 玻璃的混合应用 其实现代主义建筑的 一个标志 对 咱们现在住宅所用的玻璃幕墙 刚才说到 其实它也是要做这种分布墙 然后要做窗口等等 它是先把那个住宅的 这种框子交住起来 然后外部呢 再去做这个这种隔墙 隔窗 至于这个隔窗具体细节 那个当然我也不够专业 我就不能说不了太细了 但是有很多种处理方式 其实呢在倒退多少年 天津市从来没有说法律法规说禁止说开发商新项目不允许做落地窗 不允许做大玻璃的这个这种材质 唯一就是说这个四五节能能过了 然后你的那个消防规范能过了 因为消防规范我问了一下 全国都是统一的都必须要求这个下窗盐到上上 就是这个下一层的上窗盐到上一层的下窗盐 人家要有一个一米二的消防砍墙 如果达不到消防砍墙这个距离的话 你要不外挑出一米二的这个那个空间 要么呢底侧加这个玻璃 你是用防火的玻璃或做消防栏板 就防止楼下着火把那个窗帘楼上窗帘了着了 就是那么一个作用 那外地你像杭州咱们看很多大玻璃问题 特别多 因为人家能做开放式阳台 人家做开放式阳台 它阳台探出一米二 它这个消防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那至于那个卧室的窗户的话 它在用这个防火的防火的玻璃和防火栏板 来去处理这个消防的问题 而且他们没有这个四不阶能的这个要求 只有咱北方有 对 然后咱北方这边呢 四不阶能你要能解决 一个是你的玻璃三波两枪 这个两枪之间要冲压器 玻璃的形材要 玻璃的厚度要增加 然后你形材的厚度也要增加 因为你 而且都大部分看都是大固定小开启 大玻璃扇的话 就需要很厚的那个形材 履形材去支撑它 要不然会就变形了嘛 这部分就增加了成本 然后再加上那个 内部它如果做落地窗的话 天津比较常见 现在用的就是做这个 一米二的这高度的那个防火栏板 就一块玻璃横那 然后做一个栏板 是起到防火 安全安全 那个栏板的话 我问了一下那个像 融创的一号院的 它那一套房子 加这一圈栏板的话 可能多增加两万块钱成本 然后至于还有其他的成本 其他的手法就是把 外延的这个玻璃 全部做成防火的 但是外延防火的 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窗户 消防备要求这个窗户 就是大火烤 一个小时不变形 但是很难因为那个行材 旅行材一加热时间长 它就软了 这个一小时它达到达不到 防火过不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矛盾的一系列的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 像那个天空之境 应用的这些 大型的这种玻璃的 这种材质来去运用 也是 其实是市场倒逼 这个一个产品的一个进步 他们想办法去解决 一系列这些问题 然后给大家达到一个 产品上的耳目一新 尤其是刚才说到 这个270度转角的 转角的这个玻璃 它是一个弧形的 弧形曲面的 玻璃这个东西 只要因为弧形 这个必须要加热 才能弯曲一体化的 一旦要加热以后 它的那个成立 承受力度的这个能力 和它就脆又脆又弱 所以它这个 丸角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 我想鱼缸 直接粘的 要有 咱们市场还有一种 那种弧形的 一体成型的那种玻璃 那种就比 那个直接粘的 要容易爆缸 就是那水压 啪一压 然后就裂了 这就能充分解释 这个它制作的 这个难度的有多大 所以其实曲面的 这个在原有的玻璃的 这个基础上 它增加了更多的难度 它也是增加 增加很大的成本 当然 而且它要看 它这个南利面 北利面 如果说北面 也同样用大玻璃 和这个铝形材 来去处理的话 北利面没有用 大面积的玻璃 对 北利面没有 差不多会少一点 但南利面和两侧 的面积 是非常大 四部间能要求的 就是有一个 窗墙比的一个 下限 那个天空之境的 它那个比例 已经达到了 是最下限 极限了 极限了 人家的最下限 但是它还是会存在 这个宠杆墙 分户墙 这些东西 只不过它外边 包完玻璃以后 你在外边就看不见了 至于内侧 它是有一个收口的一些处理 在外 里侧也是 就不明显了 对 这次天空之境 实际上是把玻璃 当成了一个建筑的皮肤 对 也就是说 它把原有的 靠外墙承重的部分 它挪到了里面 它挪到了里面 它主要是靠内墙 进行了整个结构性的承重 然后外墙呢 采用大面积的玻璃 以及刚才您说的 防火的问题 它们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它们用了一个 铝框的一个装饰的板 装饰板 外挑出来了 就刚才您这个火 往上着的 外挑的不够 是没问题 那么当然 它防火玻璃 肯定也是要有的 它采用了这样的 这种方法 进行了很好的处理 但是我是认为 中海天空之境 代表着2020年 天津在住宅建筑上 最大的一个突破 它是最大的一个突破 最大 您认为是最大的 我认为它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呢 因为我采访过 他们的总设计师 就是这个的建安成本 要比普通的外墙 要贵到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 而且他们 因为中海本身建筑技术很好 对 他说这些 在技术上的 我们全部都可以通过 但是唯有一点 就是成本特别高 那么我们给 提供的是什么 提供的是 更优越的住宅环境 以及 以及 为这个城市 提供了一个 让大家有目共睹的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地标也好 或者叫做一个建筑文化也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旁边就是咱们 新梅江的绿轴 对 咱们新梅江绿轴 为什么它叫 天空之境呢 就是按照咱们现在 天气现在雾霾也少了 天空也越来越好了 旁边的绿地的景色 通过我整个社区 整个像镜子一样 再给反射过来 让整个这个 社会看起来 不那么单调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这个建筑 它是有创意的 是有思想 如果每一个建筑 都多一点创意 多一点文化 多一点思想 我觉得这个城市 就是有文化的 而且今年以后 玻璃木桥会越来越多 是的 我们希望看到这样 也就是说今天 2020年的时候 有一点 就开发上 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楼市虽然低迷 但是站 叫做赢 叫 叫跑赢楼市的 不是靠降价 是提高我的产品 这个其实我们 一直在讨论的 希望市场真的能够 对产品有倒逼 可能在2020年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种呈现和 这种尝试 是的 今天所以我们要 可能有几个项目 咱们都会谈 但是我认为 这都是它对我们最好的 就是我们对整个城市 也会是一个更好的贡献 没错 然后其实刚才讲到了 就是可能刚才江尔讲了 玻璃木墙可能比例会更高 它包括玻璃木墙 其实整体呈现的 刚才讲到 现代概念很强 未来这个整体 现代化的这种建筑 或者现代风格的建筑 也会因为这个 会有更大的一个 呈现的比例吗 那肯定 我觉得会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这个就是说 原来都不做 大家都不做 然后有一个做 有两个做 那倒逼着 那我也得做 而且随着大家做的话 我觉得 从城市管理部门来讲 它也就又形成一套新规范 对 是不是赶 正好打破了 我们刚才最开始聊的那个话题 天津城市的 整体的签认一面 或者是 整体原来像欧陆风情那种风格 其实就是 底层规范 并没有变 它也不会变 因为国家级的 但是它会 就是说 一个是它整体的 审美的这种 决策者审美 它的水平 它会提升 它容纳度会更高 原来可能这个东西是 规范允许的 但是它可能感觉上不美观 不符合整体的风格 它可能就pass掉了 但是它可能 现在这个容忍度会高一些 但还是刚才说的 这个东西 仍然是成本决定论 就是说这个东西 规划的指标 其实是有空间的 但是开发商可能 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事 对 谈到说规划 补充一句 就是 规划这个东西呢 一定是由两方面来构成的 一方面叫指标 就严格的数据指标 这个是不可以动的 没问题 第二部分叫审美 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城市 规城市的管理者 或者是审批者 他有他自己的审美 对 他或者他还认为 买房人就喜欢这种审美 但其实实际上 我们大家看到 他也不见得他认为他审美 就是原来 他只认为他的审美 是天天原来有一个本 具体语书名 我忘了 他有个就是指导手册 指导手册 对 现在可能 然后 就不太 那么我在这 我想跟您说一点 就是在中国 目前在城市建设 新区建设 对原有的方案 执行最到位的 你们知道是哪吗 是河南的正东新区 他不是黑川纪章 做的规划吗 对 然后正东新区的 对黑川纪章的规划 明确提出 任何都不需改 他老人家做的什么规划 你怎么去做 严格不需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新区规划局局长 是黑川纪章的 博士生导师 不是上 懂 那是他导师做的 作品 他非常懂 大师作品 不需改 但是我们今天 可以大师作品 我们某某人 或者说 或者某某部门 可以随意改 对 这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当我们能够 尊重专业的时候 今天我们希望 我们的城市管理者 你拜托你们 尊重一下专业 尊重那些创作 让这个城市 才更有生机 还城市与自由 我们这一章 对这个中海天空之境的讨论 就到这里 然后了解更多的前言资讯 也请大家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的读楼 点赞和转发